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来到泰山圣范基少列堂 这边你们都是欢迎的 随时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弥撒 我们的其他仪式活动 我是安吉恩神父 今天的读经就是在常年期第30周的礼拜二 路加福音13章18到21节 今天耶稣跟我们讲了一个比喻 他说天主的国像是什么呢 他用两个日常生活中的比喻 他说天国像是一粒戒子还有小母 这些两个东西是微小的小小的 好像都不怎么样 没什么用 但是耶稣说里面他们有一种能力 都在会发芽 发展 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熟悉的时候 无论我们是小时候 是长大的时候才熟悉 我们接受了这个种子 就是圣神的种子 是里面的一种能力 给我们希望 因为希望是一个过程 迈向一个圆满的生活的一个过程 我们真的是希望离开我们的现在生活的一些困难 问题啊 考验 我们真的渴望得到一个圆满的幸福 一个圆满的生活 所以圣神的恩宠是一个微小的种子 可是已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得到这种的希望 我们在这个比喻 耶稣这样的比喻当中 耶稣说人去来种 种在自己的圆中 然后那个小母也是 小母也是女人去来 站在三朵柜中 直到全部发酵 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种子 这个小母 要好像先要失去它 好像要丢到 好像要发给别人 这个也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勇敢地 失去我们的 所得到的这个种子 就是发给别人 分享 福音就是这样子 分享给别人 有时候好像浪费 我们跟很多人分享福音 或是分享耶稣的信仰 那就好像浪费 耶稣说不用担心 你所分享的也是一个小的种子 是一个小牧羊 你现在看不到它的结果 可是天主也会把你的种子 真的会发芽 那就在别人的生活上 也会真的结果实 那就今天我们要祈求天主 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勇气 传福音的喜乐 传福音的希望 我们凭这个肯定 福音的种子 已经天国的种子 已经在我们心中 那就我们要快乐地 分享给别人 那就感谢主让我们 当一些传教师 分享福音 那就今天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